皇帝穿衣服很不简单,帽子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服饰更是复杂非常,581年2月北周境地善让地位于杨坚北周父王杨坚定国号位随定都大新城随后,于589年南下面陈朝统一中国自此结束了自西近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随朝统一全国后,经济和文化空前的发展起来, 人们的穿着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杨坚刚刚建立随朝时全国刚刚从300多年的分裂中恢复大一统此时,稳定是第一位的体现在服饰制度上,就是简朴不重视等级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为近南北朝时期的整体汉服服饰风格可以用丰富多彩,南北交融来进行概括此时由于王朝更迭, 平凡人们的礼法观念变得淡薄,衣冠服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是我国古代服饰的大变动时期,而到随朝的阳广时期,国家的经济有所回暖,威严等级的重要性,有所提高服饰制度也就逐渐的确定了下来,服饰颜色自古以来,就是区分人们身份的重要标志 随朝也不例外朝服以红绿为主,士兵以黄色为主商贩大多使用造色小利用青色,没有地位的平民百姓多穿白色,朝服中等级不同颜色也略有区别,只有五品级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用紫色,除了颜色以外免服,作为中央集权社会的标, 智之一也体现出了其等级的不同随阳帝采用了十二文章的智识也就是十二种文样,分别是肩膀上日文,月文,背部有星辰文,上衣有山文,火文,华虫文,火文和宗仪文,熏肠上有枣文,粉米文,符文,符文等并且不同的章文也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山主要取其稳重之义华虫,主要取文海之义枣,主要取洁净之义等等,只有皇帝才能有十二项张文其与王室贵咒分别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不等,并且自随阳帝时期确定后,这种样式就一直伴随着各朝各代的皇帝免服主要有免贯,上衣,下长,靴,必须,寿等构成其中免贯 作为等级最高的礼贯,上面免留的多少也体现了佩戴者的身份 一般来说皇帝使用十二流美流上有十二颗玉,公使用九流美流九颗玉,侯使用八流美流八颗玉,博使用七流美流七颗玉,子楠只能使用五流美流五颗玉 至于清大夫等官员,按官位高低各有不同,但是三公以下只有前流没有后流 除了显示佩戴者的身份外,不同的场合也应当佩戴免留数量不同的免贯 并且只有在极其重大的典礼上,天子才会佩戴十二流十二串的免贯免贯是等级最高的贯帽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显示等级的贯帽 只有免贯一种旅贯的形式还有很多的 这一点在隋阳帝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隋阳帝跟隋文帝相比,对于自身的威严更加注重 而对于服饰的华丽程度也更加注重 因此,隋文帝出行只佩戴乌纱帽隋阳帝出行,时却要特别注重搭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搭配通天官,远游罐,皮便等通天官,的等级仅在免贯之下 因为它的形状像珊威俄,突出所以得名通天官隋阳帝所带的通天官,甘秦汉石的通天官类似 但是上面还有比茂梁更高的钱币,也就是金箔衫,上面还有禅纹等花纹,皮便上,也有珠子作为装饰与免流相似 珠子的多少也显示了佩戴者的身份高低天子皮便独一档有12颗珠子 其余官员因为等级的不同珠子的多少也有所差异 六品以下的官员的皮便上就没有珠子了进贤官,就不再以珠子作为身份的象征了 而是改用官梁官梁越多证明身份地位越高 根据身份的不同官梁分别有三梁,二梁和一梁之分 并且除了男性官员以外女性的服装,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民间妇女的服饰吸收了胡服的特点大多着青色,婢女常穿高腰的长裙上衣,以小袖衣为主 工人中十分流行仙裙的款式,款款而来好似仙子 而贵族妇女大多内穿大袖衣外搭小袖衣,与男子官服中适应衬雍领 不同的是女子外,一中出现了翻领的样式 至今在现代服饰里,也十分流行而皇后的服饰主要有诸服,朝衣等等可以说在南北朝湖,和服装相互影响 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随朝的服质也出现了法服与成服变形的局面 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贯,免,一,常然而常服,则是在宣卑中的基础上改进而成 可以说,自从随阳帝继位以来,随朝的服饰,更好地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 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 虽然随阳帝对服饰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奢靡的作风仍然不为后人所接受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服饰特点,为进南北朝服饰